馬力士 請教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現在法院判決說這是借名 所以其實房子本來就不是他的 對不對 那所以會回到詹先生 回到詹先生名下 那寧先生是債權人 所以我發現詹先生名下有一棟房子 我當然可以申請拍賣 對 申請拍賣 他從拍賣款裡面去拿回 拿回他的部分 但是拍賣款因為銀行有一胎 可能他那裡面還要牽涉到利息 可能要拿得更多 有利息 銀行還有違約金利息 所以加起來 我講只跟你有關係的 你想非常注意那個房子 拍賣後的結果購不購還銀行 不購還銀行的話是你要負責任 但是購還銀行 不購還借先生跟你無關 你就是只是這個房子 可是銀行會先拿 銀行現在因為有設定 有設定 借先生沒有設定 那如果說 我就現在馬上 把這個房子登記回我先生那邊 沒有 已經判決確定了 所以你不需要在那個 你不用做任何動作 你只要注意拍賣的結果 購不購還銀行 法律程序就會 只要注意這個